21日周一上午,曼哈顿夏东城勒福街60号,一座犹太教堂废墟上的工地发生墙体倒塌,造成建筑工人一死一伤。 事故发生在上午10点左右,突然倒塌的墙体压住了工人,其中一名昏迷步行。消防员赶到后,把被瓦力压住的工人拉出,昏迷的工人被送往长老会下城医院,随后被宣布死亡,受伤的工人被送往表围医院。 目击意外的建筑工人Tommy Dadio表示,出世的工人当时爬上了67英尺高的位置工作,洛福街60号原是一座有167年历史的犹太教堂,是一座地标建筑。 2017年5月被大火复制一聚,华策会拥有此教堂后面的地产,并打算在教堂遗址及教堂后面建两栋大楼,并扩建华策会老人公寓康宁大厦,提供88个老人公寓。 救援人员为了防止发生其他意外,对洛福街进行了封锁。 市楼宇局发言人昆兹表示,结构工程和紧急因应领域的市楼宇专家正在调查这起事故,初步确认现场没有进一步坍塌的危险,但仍在检查结构的稳定性。 根据周一10月21日发布的一份最新报告显示,作为一项耗资3700万元,旨在应对严重精神疾病突发状况计划的一部分, 纽约市警察局将不得再把那些精神错乱的危险分子称为情绪失常,Emotionally disturbed person。 知情人士透露,为了支持心理健康需求,长期使用的术语将被弃用。 纽约市长白思豪提出改革警方处理精神疾病患者的方式,而术语称谓上的变化就是其中关键因素之一。 白思豪在宣布新支出的声明中提到,五分之一的纽约人患有精神疾病。 该计划呼吁在纽约市警察局设立行为健康小组,并建立由警察和心理健康工作者组成的共同响应团队。 他们将在曼哈顿和布朗市这两个高需求地区应对突发。 根据市政厅发布,这将是心理健康专家首次参与响应911报警。 目前,911部署方案仅为警方和紧急医疗服务。 不过,抨击人士称,派遣文职人员去处理那些失控的人简直就是一场灾难。 现在要担心和你一起工作的会是一位没有执法经验的人,这变得非常危险。 纽约警局助理局长凯耶表示, 我们在采取行动更全面地为那些患有严重精神疾病的纽约人服务, 我们也会考虑一些建议,包括规范用语。 四敬格办公室周一10月21日发布的研究报告指出,在2018年中,市府运营的无家可归收容所中,有41%是家庭暴力的幸存者。 四敬格办公室估计,在过去5年中,无家可归者收容所中,家庭暴力幸存者的数量猛增了44%,而且家庭暴力在所有导致无家可归的原因中排第一。 该报告中统计的7000名儿童中,有一半以上未满6岁。 在该研究中,幸存者声称,市政府为帮助他们的处境所做的努力不多,将危机避难所的停留时间限制在只有180天。 四敬格说,在得到永久性安全住房的保障之前,任何人都不应离开家庭暴力收容所,这是原则。 令我有些沮丧和惊讶的是,鉴于我们今日发布的数字,纽约市没能为这些人做好安全的过渡。 纽约市资源管理局的家庭暴力收容所对于那些面临迫在眉睫的人身安全威胁的人士来说,是优先考虑的第一选项。 白四号办公室发言人周一告诉纽约时报,家庭暴力收容所的180天限制并不意味着人们最终会流落街头,他们将被安置在另一个收容所。 此外,自2014年以来,已有超过12万名纽约人使用租赁补贴。 根据法令,纽约房东不得基于收入来源歧视房客,租赁补贴就是其中一种收入来源。 发言人还补充说,为满足收容需求,纽约市家庭暴力收容所的数量近年来迅速增加。 市选举委员会22日于布鲁克林举办记者会,宣布11月7中选举将首次实施提前投票,在全市开设61个提前投票站,并于选举日9天前开放,以便利选举日当天无法投票的选民。 根据计划,提前投票日将从10月26日周六起至11月3日周日间进行。 投票时间一日期有所不同,但每天都开放至少6个小时。 目前确定全市有61个提前投票站,其中多个图书馆、学校、老人社区中心和政府楼社区中心等,都将成为投票站点。 选举委员会执行董事莱恩提醒,这些提前投票站与选举日当天的投票站不一定相同,选举应上网浏览nyc.postsidelocator.com寻找自己的投票站。 除了提前9天前开放投票,市选举委员会也首次提供电子选举人名册,除加速选民投票进度外,还提供更大的签名空间。 莱恩说,每个选民将会收到一张纸条卡片,卡上的条码通过读取续草苗,可立即显示有关选民的所有信息,能让选民更快速准确投票。 纽约市交通局一名工人在曼哈顿上东区翻新路面时,由于工友操作失误被碾压致死。 周二,10月22日凌晨1点左右,44岁的工人卡莱布里尔正在东88街进行街道翻修施工作业。 此时,他的一名35岁工友正在操作一辆纽约市交通局卡车,在倒车时并未意识到卡莱布里尔就站在车后。 卡莱布里尔被车辆碾过,随即送往纽约长老会康奈尔医院抢救,宣布死亡。 睡在街边大楼里的流浪汉曾听到一些声音,我被疯狂地尖叫吵醒,人们尖叫着停下停下。 当我从窗户望去时,看到街对面有一个工人被一辆自卸卡车碾压。 在警方调查时,卡莱布里尔的工友们带来了鲜花和蜡烛,哀悼死者。 涉事的纽约市交通局卡车驾驶员已经接受了警方的询问,但卡莱布里尔的死亡事故正在进一步调查,警方称预计将不会有刑事指控。 经过市府小组设计委员会9名成员中的6人投票通过,为争取妇女权利的先驱者安东尼·斯坦顿及杜鲁特树立青铜和花岗岩雕像后,中央公园终于将拥有女性雕像,打破了男性垄断的局面。 非营利组织女性纪念碑负责人埃鲁姆说,虽然在中央公园内有爱丽丝梦游仙境、娥妈妈、朱丽叶和罗密欧,以及很多天使和仙女,但直到现在为止还没有真正的女人。 埃鲁姆指出,纪念塑像传达出女性共同努力的讯息,以实现社会变革的力量。 在曼哈顿区长高不迈的支持之下,该组织为雕像筹集了150万元,用于创建和维护纪念碑,以及相关的教育计划。 在14英尺高的纪念碑上,三名女子围坐在桌子旁热烈地讨论,以象征着女权运动之间的紧张关系。 雕塑家伯格曼在21日的庆祝活动上表示,我为项目注入了各方意见,当中包括不少矛盾或具争议的想法,但我对此充满信心。 这座耗资150万元的雕像将安放在中央公园70号街附近的文学镜上,主要资金来自私人捐款,而市府将投入13万5千元。 塑像揭幕仪式定于2020年8月,以纪念第19修正案获得批准100周年。该修正案赋予妇女投票权,而且明年也是斯坦顿诞辰200周年。